就快新年來了 我們還有幾天就過年了 我們當然祝大家身體健康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都預計今年的農年 大家都估計世界都有很多不平穩的東西 我們怎樣保留我們一個平穩的心 保持我們一個健康的心境是一個很重要的 為什麼我要保護一個健康的心境呢 因為其實我們人不是一部機器 情緒和我們的身體結構 不是一樣兩不相關的東西 其實我們整個人 我們身體很多的基本的運作 不是我現在說話的 反而我怎樣在呼吸 我的心臟怎樣跳動 我的腸胃怎樣消化 我的皮膚怎樣保持我的冷暖 這些東西全部我們腦部的神經系統 是控制著的 而當我們那個人的身體 那個情緒起伏的時候 其實是會因為那些 神經傳導體的 那個多少平衡 抽走了 是會影響到我們這些 影響我們平日身體機能運作的 平衡點的 短時間呢 我們呢就是一種 我們所謂叫可逆轉的改變 譬如我們 壓力大的時候 我們可能血壓增加 心跳加速 但是呢 很多時候如果你是短時期的 幾天之內的 那事情解決了 你就慢慢回到正常 但是如果這些 情緒的波動 影響你 是持續的 半年 一年 兩年下去呢 那你那個 整個身體的機能 就變成一個 不可逆轉了 那你將你整個 譬如我們用血壓和心跳為例 你已經將它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 就是一個血壓高的 持續高的 心跳快的水平 那呢 我們身體就開始出毛病出來的 那尤其是呢 另一個就是譬如 大家很多時候都說 我們心情不好的時候容易病 其實這個是絕對是的 其實有很多科學研究 特別有一個大的範疇 我們叫做神經免疫學 其實是看到 當我們那個人的 心理的情緒壓力大 我們連我們身體血液裡面那些 白血球啊 那些琳巴球那些活躍能力都會減低的 那些抗體的活躍能力都會減低的 所以我們接觸到 你同樣兩個人 一個心境開朗的 遇到一些病毒 他很可能會沒有病得那麼厲害 但是另一個呢 就可能已經病得厲害的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內在的 就是我們說 譬如我們人的細胞 經常都會有些變異的 理論上 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 幫我們守住 一發覺有變異的細胞 就去消滅了它 但是如果我們本身的免疫系統 是弱了的時候呢 就守不住呢 就可能有些變異的細胞 就開始 停留了在身體裡面 而開始建立它的基地 開始越來越生長 那你成為什麼呢 就成為我們所謂的癌症了 那所以呢 如何保持心境開朗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 祝願大家在今年的農年 雖然大家都知道 今年都未必是一個 大家會過得很舒服的一年 我們如何去令自己身體 更加健康 保持一個積極的心 那這件事呢 就這樣說 開心開心是沒有用的 要刻意去做些事情的 譬如做運動啊 那些是可以幫我們 真的去提升我們那個 情緒的方面的 那所以希望大家有個健康的身體